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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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书的故事 徐书曾经是一名大学老师 服装设计师 如今呢 他是一名为生命末期患者服务的 安宁疗户志愿者 在接触到安宁疗户之前 他一直没有能够从母亲离世的痛苦中走出来 母亲的去世带给徐书的不仅仅是痛苦 还有强烈的悔恨和自责 徐书的母亲是因为肺癌 在医院的ICU病房去世的 徐书为什么会如此自责 我们来看书中 她的回忆 我很崩溃 想象着母亲一个人一整晚忍着剧痛 透皮贴被撕了 医院的止疼药还没到 一个人独自忍受骨转移 那样钻心的剧痛 该是多么无助于绝望 徐书说 我悔恨 送他来医院 就像我在妈妈最艰难的时刻 把他一个人丢到医院 自生自灭一样 而我被隔在门外束手无策 深深的自责 无力与无助 令人悲伤到绝望 是的 就是绝望 还有对这样的死亡过程 深深的恐惧 这段经历 读了让人觉得鼻子发酸 书中的文字 仿佛是一个女儿的呐喊 高呼着她的痛苦 愧疚 她的无能为力 就是在这样持续的愧疚与自责中 徐书的身体 垮了 体检被确诊了乳腺癌 得了癌症 意味着她可能要面对自己的死亡了 徐书积极地接受治疗 但是同时 她也在思考 如果 我不想像妈妈那样 孤独痛苦地死 那还能以什么方式 如果最后出现不能在家里处理的症状 到哪里可以帮我缓解症状 并且可以让我不那么孤独无助地走向死亡 在这个过程中 她接触到了安宁病房 并且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什么是安宁病房呢 书中这样解释 病情不可逆 生存期不足一定实现的患者 经过医生评估 才能进入安宁病房 进入安宁病房的患者 不再以医疗救治为主要目标 不再用各种设备或任何救治措施 延缓死亡进程 而是尊重死亡的自然过程 提升死亡的品质 在缓解不适与疼痛的前提下 尽可能给患者创造舒适 有尊严 有品质的临终生活 安宁病房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听过 但现实中真实的病房 是什么样子的 临终的病人们 是怎么能够得到抚慰的呢 我们通过书中 徐叔的眼睛 一起来看一看 这是他第一次作为志愿者 来到安宁病房的场景 推开门后 我看到病房内阳光明媚 窗台上有些小花盆 花开得正望 志愿者用很温暖的语言 跟每位患者打招呼 患者也都抱以老熟人般的亲切笑容 这里没有哀嚎 也没有苦不堪言的忍耐 每位患者都表现得淡定 甚至悠然 都至少有一位家人陪伴 志愿者们握着患者的手 与他们交流 谈心 为他们洗头 理发 帮他们辅助 按摩 病房里 气氛祥和 温暖 有爱 患者 被深深地 珍视着 呵护着 安宁病房里的一幕幕 渐渐抚平了 徐书 对死亡的恐惧 也让他明白 死亡 是生命旅程中 很自然的一部分 那一刻 可以是祥和 作为志愿者 徐书呢 也参与了各项服务 接受了关于生死教育的 一系列培训 从中啊 他找到了一个 和自我和解的方法 称之为 四道人生 道歉 道谢 道爱 道别 那个晚上 徐书拿出 藏了两年的 妈妈的遗像 与妈妈聊了 三个小时 聊他的自责与悲伤 聊 感谢母亲给他生命 聊 他因为过度压抑和哀伤 而得了癌症 聊父亲的近况 也聊他自己 成为安宁病房 志愿者的经历 整整三个小时 他向妈妈倾诉 有道歉 道谢 道爱 道别 有流泪 也有美好的回忆 这是 徐书与母亲的 一次持来的道别 也是将他从 愧疚和自责中 拯救出来的第一步 在这之后 他经常与母亲 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 整个人的状态 也逐渐好了起来 他可以积极地面对 乳腺癌的复发 直至战胜它 书中啊 有这样的一段话 读起来 让我感触颇深 他写道 死亡如出生一样 本应是人生 最神圣的时刻 谁不希望自己 可以如好好出生一样 好好地死去呢 有人说 帮助一个人 好好地离世 是这个世界上 最美好的善意之一 我很幸运 也很感恩 能够有缘成为 安宁疗护志愿者 让我自己和家人 都从中受益 后来 徐叔是 握着自己父亲的手 陪伴他 安然而宁静地 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本书 是徐叔他个人的 回忆和字书 读这本书 我们随着他 娓娓到来的讲述 和他一起哀伤 也随他一起成长 在这本书中 他是患者家属 是患者本人 也是志愿者 书中所谈论的 神经对死亡 可是却充满了 对生命的热爱 真诚而有力量 他也启发我们 认真地看待 临终关怀 不要恐惧死亡 也不要愧对时光 好 感谢和我们一起 读这本好书 重启生命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